锦衣之下番外七十一,今夏找到案件突破点,反被陆玉婚后首次训斥,来到约好的地方,杨月已经在等着了,一看到他就抱怨我说夏爷,都等你许久了,小爷我这不是要过大人那关吗? 对了你跟上官姐姐讲了吧,也没让师傅发现吧,放心吧,都没问题的,他只说让我们注意安全就行两人一边说一边往城郊走去,要不我怎么说上官姐姐就是民事里呢? 大杨,你可真是捡到饱了今夏冲着杨月笑道,我也这么觉得,对了,说正事,你确定地址是对的,小爷办事你还不相信啊,假不了今夏十分肯定,到达城郊时,已经天黑了。 杨月有些郁闷了夏爷,咱这大晚上的能查到什么线索啊,到处都是黑漆漆一片,白天夜晚各有优势,既然来了,肯定能找到线索的夜里看不清周围的环境,今夏只好点着火折子在地上仔细查看,顺着马车的闸轮一路往前,许久之后,闸轮痕迹在河边消失了,今夏伸手试探了冰冷的河水,看不清对岸,凭河水的深浅,这应该走不动船的。 杨月开口下爷,看来这案子不好查,这河一旦入海,范围可就广了,这官吟有运往全国各地的可能,今夏低头沉思,不对,官吟没从这里出去,这河水的深度根本走不动船。 我们往回走再看看,再次回到官吟被截取的地方,马车的闸轮就是直接连接到河边的,今夏十分确定那里根本走不动船,又对官吟是怎么转移的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还有其他漏掉没发现的线索? 今夏埋头查找,意外撞上一个大石头哀悠一声捅呼,杨月令马上前查看怎么了,没事吧? 这脑袋一撞,今夏思路也清晰了,我知道了,大杨,我们再去河边看看,不明所以的杨月就这么跟着跑。 而后今夏又带着他沿着马车的闸轮一路倒回去找,眼看已经超出被截的位置了,看他一脸认真的往前,杨月也不好打扰,一路跟在旁边。 没想到闸轮最终消失的地方会是一个府宅的院门,正疑惑这荒郊野岭的怎么会有这么一大座院落石,两人悄然走远了歇一看,才发现是寺庙,金安寺,这不是大人之前带自己来过这里的吗? 今夏带着杨月走进了想要进去看看,何人在此,还未到门口,就被人拦下了,幸而两人都换了便服,你们是谁,为何会在此地? 呵呵,几位大哥,我和我家大哥是前往京城探亲的,这不,天黑赶路实在辛苦,想借着私尿休息一下,不知可否行个方便,今夏的画本子和其之多,这点完全不在画下,门口的守卫一看就是经过训练的。 上下扫了眼两人,本寺庙不留宿外人,还请速速离去,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今夏狐一地看了一眼,肯定是不能硬闯的,眼泪说来就来实不相瞒,我们二人已经日夜赶路两天了,要不是体力不支了也不会留宿寺庙了。 其中一个稍微和气的守卫帮着打商量这姑娘,看着挺可怜的,要不就让他们留宿一晚吧,左右有这么多弟兄看着也不会有什么事。 不行,要是饶了静飞的清静,你要大伙都陪着叼脑袋吗?那个头头毫不犹豫地回绝。 如此,我们二人不让各位为难了,我们这就离开今夏马寒哭腔的眼着。 离开寺庙有段距离后,今夏一脸正色地说大洋,方才那人口中说的是静飞。 对,难道是因为有皇宫之人,所以才重兵看守养月不解?这是绝对不简单,前不久我养伤的时候大人带我来过这里,神来人往的并没有看守的,现如今这般,必定有蹊跷,我得把这消息告诉大人,也对,等我们赶回去都快天亮了,走吧。 待静夏回到陆府房间时,陆毅已经起床正在更衣,大人,早,静夏上前帮忙,看着这姑娘满脸眷色,陆毅伸手抚了抚眼下的乌青昨晚几点睡下的。 大人,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瞧着他这欣喜的眼神,陆毅配合问夫人要跟我说什么事情。 大人最近是不是在为京城观音被劫的事情烦心,还没说完,陆毅明显动作一顿惊吓, 这件事情有点复杂,我一时半会儿给你说不明白,静夏笑意隐隐地说那如果我告诉大人,我找到观音藏在何处了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奖励啊,你昨晚没在杨岳家,你去成交了对不对,简直是胡闹,陆毅脸色一变,开口训斥,印象中陆毅对自己发脾气的次数屈之可数,那都还是两人出事时的事情了,静夏被他的训斥吓得一愣,我又不是一个人去的, 大人凶我作神,不想知道我便不说把惊吓委屈地马上红了眼眶,陆毅被气得准确地说是被吓得不轻,却在听到他带着哭腔的控诉时,情绪收回,把人拥入怀中,柔声安抚我不是要凶你,但你做事能不能别这么鲁莽,你知道这案子有多少人盯着吗? 我不告诉你,就是不想你参与进来,可是,可是我想跟大人一起分担,我对大人的案件追查是可以有帮助的惊吓眼泪越发止不住了,别哭了,我刚刚语气重了,吓到你了是不是,我的错,我跟你道歉,明明为了这个姑娘安全考虑,想要好好教育一番的陆某人,一碰到她的眼泪,就剩下一生生的安抚了, 锦衣之下方外72,不止路易十分虎气,层服也是很护主的,惊吓这个姑娘啊,提起来得快,噓得也快,路易抱着安抚几句,一会儿便恢复如常了,大人,我跟你说,迫切地想把自己查到的线索告诉她,不着急,先去吃早饭路易穿戴好,牵着她往外走,早饭煎,惊下小嘴巴巴的一口煎一口, 吃得比往常都要多,路易知晓她的胃口,却也担心撑坏了,阻止她试图再去拿夹磨的手吃太多了,等会儿肚子又该不舒服了,哪曾想着姑娘昨晚就只吃了糕点,没吃晚饭又忙活了一晚上,惊吓是真饿了,又不好实话说昨晚自己没吃晚饭,只是假扮可怜兮兮的望着路易,这是最后一个了啊,真不能再吃了路易拿她没辙, 重新加了菜地给她一个,谢谢大人惊下立马笑咪咪的,惊下把自己昨晚查到的信息一一告诉路易,本以为自己会得到一番表扬,或者今日大人会带着自己去静安寺,谁知路易啥话也没接,拉着她往房间去,我等下给你告假,你近日便在家休息,大人,我不困, 我们可以,今夏,你听话些,案子的事情,我答应你,如果去现场我肯定带你一起,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正要乖巧应下的姑娘,马上摇摇头不行,我还得去六扇门呢,最近六扇门也没啥活,我去了也没事,还是可以休息的今夏心想,重要的是,高家是要扣银子的呀, 路易岂会看不透他这点小心思,无奈道银子我不给你,醒了吧 大人,这不一样,哪里有嫌银子多的道理,打住,银子我不给你,你听话在家休息,我差不多的出门去了路易,实在不想再跟这个小财迷扯了 今夏想着自己确实是有些困,也没再坚持,洗漱过后,便听话的躺床上睡去了 路易来到北镇府司后,将今夏查到的线索,对照了一下案件卷宗记录,把信息分析给陈福 默然听后,果然一切都能说得通了,默然笑道看来你家的小捕快还真是有几分厉害嘛 未等路易开口,陈福接话莫大人有所不知,夫人的追踪术自然不是一般人能比你的 呦,陈阿福,没想到你这般看好你家夫人啊 默然调侃陈福,陈福难得的辩驳我说的是事实 不信你可以问我家大人 今夏有多好自己当然知道,路易颇为得意的假意咳嗽一声好了 之前是我们把方向弄错了,现在案件线索有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确定官吟在金安寺了 按照金夏所说,现在那儿有着重兵守卫,还有靳妃娘娘在,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锦衣卫虽然直接听命于皇上,对这些后宫之人有听说过,但也不甚了解 默然开口靳妃娘娘没有任何子女,不过倒是向来信奉礼佛的 怎么会跟这事扯上关系,你们说会不会是巧合 只怕不会是巧合,官吟是在寺庙被调包成石头运往河边的 目的就是为了将注意点转移到河边 给人以假象官吟已经通过船运往各地去了路易分析道 那大人,我们要不要派人前去金安寺打探一番层服提议 不可,路易和默然一口同声 默然解释皇上多疑,后宫之人亦是如此 如果我们贸然前去,只怕打草惊蛇 公布早已等不及要向皇上汇报了 不妨让他们以官吟通过船只运往各地汇报进展 届时,金安寺那边必定会降低防备 甚至开始下一步动作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探查一下金妃的嫡系 路易向来二人是想到一块去了 补充到过几日便是新年春宴的时间 皇上应该会宴请百官携带家眷参加 我会带上金夏一起前去 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大人 岑福欲言又止 路易看着他还有什么事 您当真要带金夏参加皇宫的春宴 会不会不妥 岑福直接说的金夏 在他心中金夏不只是陆府的夫人 更是他的妹妹一般 放心吧 这事我自有分寸路易知道陈府是担心金夏性子活泼 在宴会上出什么岔子 有自己看着 这些都不是事 有了下一步的计划与打算 三个人心境都比前些日子毫无思绪的时候好太多了 离下职还有些时间 路易想着家里还有个姑娘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话 还是头一次觉得时间过得慢了 难得的开口莫大哥 要不晚上到我家聚聚 听到这话的莫然也有悠悠 陈阿福 你听到没 你家大人这是转性了吗 陈福意识很差异 他家大人现在真的变了很多 路易有些不自然的说 不过是可怜你个孤家寡人 少在那得意 得 还是那个路易 对起人来 还是那么一阵渐血 怎么着 就炫耀你有夫人 我没有事吧 我一个人不知道多潇洒自在呢 有什么可炫耀的漠然一脸的不屑 路易摆了他一眼 毫不掩饰眼底的嫌弃 哎 陈阿福 你看看 他这什么眼神啊 这话怎么街闹 这么明显的嫌弃还用得着说吗 陈福假装没听到 一般没接话 还真是好兄弟啊 一个两个都这样 陈阿福 别忘了你现在跟我一样 在某人眼里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路易挑眉笑了笑 看着他们 意思在明显不过 还真就这么想的 你们奈我何 陈福不想殃及自己 直到大人 我去看看有没有卷宗 可以查到想过资料便转身出去了 锦衣吃下饭外73 陈福的小聚会 惊吓是路易的软肋更是盔甲 三人回到陈福的时候 惊吓正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着 远看过去就那么小小的一团 路易还是一眼认出了他惊吓 最近这些时日如果他还没回来 惊吓都会来这里等他 都是扛不住了还没等到他才回房睡觉 没有想到路易近日准时回家了 信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完全忽略了跟他一道回来的漠然和层服 大人拖着尾音 这姑娘起身跑向他 如同一个小炮弹一般扎进了路易怀中 路易牢牢接住了他 惊吓蹭了蹭 十分开心 话语中都掩饰不住雀跃的语气 你今日怎的这般准时回来了 这都归功于你的线索 真的吗 那我以后可要多多努力了惊吓抬头满是心心眼的看着他 这才注意到还有两人在 连忙松开环抱路易的双臂 从他怀中挣脱出来 莫大哥 今夏有些尴尬的打招呼 路易倒是完全没有尴尬 很是自然的说都进去吧 命人添了茶水 点心到大厅 今夏还特地去后除看了晚上的准备情况 莫然对路易笑到看来倒真的是一位一家一世的夫人哦 难怪你那么嘚瑟 都是他开心就好 路易笑了笑 不可知否地回到 莫然一时被这狗粮噎到了 顿了下才说想想你以前那个冰冷的模样 再看看现在 完全就是判若两人吗 不过 你就不好奇我们什么时候见过 路易抬眼对上莫言带着笑意的视线 你爱说不说 别在这儿跟我卖关子 不止路易就连一旁的层服也很想知道 今夏什么时候跟莫然见过 那是一年前一天的休目 我去京交散心 在树上休息时 正巧看到他在追赶一个彪形大汉 一看就知道对方故意将他引过来的 这姑娘完全没有察觉 还一路追过去 果不其然 人家是有团伙的 看着被四五个人围堵的他面露恐慌 还一直言辞地让人家交出东西 后来就下他才知道 他是在街上当场擒住了正在偷取别人钱财的小偷 抢夺钱财时 对方顺势抢走了他头上的发簪 不过是为了一只发簪 他就不管不顾地追到此地 莫然看了一眼 路易继续说 当时他说 这发簪意义不一样 是未婚夫婿 留给他的念想 想来这是出自你手吧 光是听着路易就后怕 声音有些梗塞多谢你出手相救 算我欠你分人情 大人 对不起 是属下的失职 没有保护好夫人 曾服意识很自责 莫然来回看着这两人 一时不知道自己把这个说出来 试的是错了 故意活跃气氛地说 我说以你的家底 多给人家置办一些手势 不是什么难事吧 还是说你不舍得 从后除过来的惊吓 就听到最后一句不舍得 好奇是他的本性 在路易面前更是如此 大人 不舍得什么呀 路易看到他过来 刚刚心里的那种后怕 让他顾不上 莫然跟层服还在此 直接一把拉过 他坐到自己腿上 惊吓没想到他会这般动作 挣扎着要起身 却被路易按着不动 伸手捋了捋他耳边的发丝 没什么 后主那边有无神他们 你就别忙来忙去的了 看看桌上有没有想吃的糕点 大 大人 有人看着呢 惊吓红了脸颊 想要挣脱他禁锢自己的双手 知道他虽然大大咧咧的 到底害羞 便松开了他 惊吓性子大方 又讨人喜欢 不一会儿就跟莫然聊得可起近了 倒是路易跟层服在意跑险的 有些许的沉默了 钟伯他们不好饭菜时 还按路易的吩咐取来了 他爱喝的秋露白 惊吓乖巧的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路易取了另外的杯子 倒了一杯酒递给他 对着小姑娘诧异的眼神 路易但笑今日在家 可以喝 还是说不想要 想 谢谢大人 惊吓心满意足的结果 莫然跟层服对视一言后 我说路易你这管得也太严了吧 做你的夫人酒都不让喝啊 为等路易开口 惊吓急急忙的解释不是的 莫大哥 是我自己酒量不好 又贪杯 喝酒容易出岔子 大人担心我 路易没在里莫然 反倒给惊吓加起菜来了 几杯酒下肚 莫然的话匣子打开了 开始夸赞起惊吓来 说因为他的线索 给他们解决了之前的困惑 又说他改变了路易 各种诸如此类的夸奖 惊吓听了自然无比的开心 这些话比路易亲口说出来都有效 心情大好的姑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路易在身旁的缘故 反倒没有贪杯 一直笑呵呵的 眼睛都快笑成一道弯弯的月牙了 直到晚上洗漱完躺下 脸上的笑意还没完全散去 窝在路易的怀中大人 我今天好开心啊 嗯 是因为莫然对你的夸奖吗 路易当然知道他今晚很高兴 到现在语气都还是雀跃的 也不完全是 之前师傅总担心 我会成为别人拿捏你的软肋 不过莫大哥的话 就说明我也不是毫无用处的 我也还是有可以帮上大人的地方 路易没有料到会是这么个答案 晚上喝了不少酒 有些混沌的脑袋 煞时清明不少 许久之后 低头看着怀中已经睡去的容颜 独自说到惊吓 不要管旁人说什么好不好 不要否认自己 于路易而言 你是软肋更是盔甲 因为有了你 我才更加有去奋斗的力量 只可惜此时的惊吓已经睡着了 不然不知道又该为这话开心多久了呢 锦衣之下饭外74 路易情话上线喜欢是藏不住的 我眼里只有你 清晨 静夏早早就醒来了 许是昨晚被莫然夸得有些上头了 想起昨夜路易让喝多的他留宿路府了 这嫌疾良母的这个人是静夏还是要绿住的 动作极轻地从路易怀中出来 起床更衣准备早饭去了 路易醒来察觉怀中空空的 伸手探了一下身旁些许凉意的被褥 就知道静夏早已经起床了 起床穿戴洗漱好出来时 静夏正在大厅摆早饭 大人 早啊 已经让人去叫莫大人跟层服了 妇人不打算叫我吗 路易有些吃味 摆好碗筷的静夏上前摁着路易坐下 大人自然得是我去叫的 这日 倒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几个人聚在一起吃早饭 路易旁若无人地给静夏不采 头时 层服倒是早就已经见惯了 倒是莫然时不时已倔 差不多了啊你们 当我们不存在的吗 路易愣是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静夏打着圆场莫大哥 你多吃些 早饭可是很重要的 要吃好 颇为有些怪异的氛围中吃完了早饭 静夏看着这三位爷一直没出门 时辰也不算早了 路易还身着便服 只得开口提醒大人 时辰不早的意思是你怎么还不去当职呢 今天休目 你忘记了 路易看了他眼 他自己都还在府中身着便服 就说明没忘吧 我知道啊 但你们今天都不忙骂静夏说完又直觉这样说不好 补充到之前看你北正福斯那么忙 还以为你今天也要过去呢 早知道我就安排个地方我们出去玩了 静夏环顾了眼几人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等一下出去逛逛的 别浪费了这难得的好天气 路易眼神扫了下莫然和层服 层服十分拾去的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莫然坐着微然不动 也不知道是接收到路易的眼神 还是故意的 没再理会他 路易牵上静夏走吧 啊 今夏没反应过来 还顺口道莫大哥 没事的话一起去吧 好啊 他有事 莫然和路易同时开口 要是还没懂路易心思的话 今夏就白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 莫大哥 我许久没去看我娘了 今天可能不太方便带你一起过去了 这样子啊 那看来今天我只能顾家寡人度过了莫然 假装一脸失望地说 路易皱了皱眉 开口行了 少在这里装了 该干嘛干嘛去 哎 果然是有了媳妇忘了兄弟啊 忘了眼默然离开的背影 今夏抬眼看着路易大人 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 路易望着他亮晶晶的双眸 看着自己在他眼底的倒影 有什么不好呢 你刚刚不是说要去看娘吗 带着他确实不方便路易 促暇地看着他 知道他在笑自己 今夏娇称大人 我不过是觉得他要在的话 我还要隐藏收敛对你的感觉 有点怪怪的 今夏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叫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再者我们是夫妻 又何须隐藏呢 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可从来没有隐藏 静下捂着嘴偷偷地笑了起来 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好听的情话 他活了这么大 从未有人对他说过 饶氏已经是自己夫君的路易 也是第一次听到他说 大人待他这般好 感觉真的好幸福啊 他展颜一笑 勾住他的胳膊 笑得眼睛都快眯上了恩 喜欢是却藏不住的 我也喜欢大人 以后不隐藏啊 眼睛滴溜一转 继续道 这还是大人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不喜欢吗 陆一鸣之故问 不不不 自然是喜欢的 这世上怕是没有那个姑娘家会不喜欢听 这样的话 把静下本就不是个扭腻之人 坦然告知 却还是把那句希望以后经常听到收在了心底 你喜欢听的话 我往后常说便是路易牵起他的小手 补充道走吧 想去哪里 跟大人一起 去哪里都行 惊吓脸上铺满笑意 那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什么地方啊 好奇的惊吓开始了追问 去了就知道了 在闹市还是园林 路易测身看了眼他 没错回答 大人是园林还是闹市 都说了去了就知道了 再问下去 我们就回家待着吧 对付惊吓 路易自有办法的 哼 大人现在一点都不可爱了 以前在杭州去看白鹿的时候 都会告诉我的惊吓 撅着小嘴抗议 路易哑然失笑 不在园林也不在闹市 我怎么选择 那是在哪里呀 惊吓一蹦一跳的走路 晃着他的胳膊 你猜猜看 新开的酒楼对不对 大人带我去吃好吃的 才刚吃完早饭 你又饿了 静下心想大人知道自己爱吃 每次单独出去 都是带他去寻各种好吃的 那不是酒楼的话 只能是哪家新开的铺子了 大人 城东家的冰糕铺子吗 冰糕 路易反问 对呀 六扇门偶三说的 新开的 我还一直没去过呢 大人莫不是要带我过去 你身子不适合吃凉的 更何况还是现在的时节 你觉得可能吗 惊吓一听就知道没谢了 那大人想带我去哪里吗 你慢慢猜 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路易一脸笑意的侧身看他 牵着他一步步往外走 简易知晓翻外75 路易给惊吓的惊喜 是什么样的好玩之事呢 一路上 今夏猜了很多的地方 终是没有猜对 越往后更是越激发他的好奇心了 更是对目的地充满了期待 简易之下 两酒后 路易带着今夏来到一处院落 刚迈进大门 就出来一个小厮迎接请民出示信物 今夏正疑惑什么信物时 路易开口我信路 找马六马老板 劳烦通传一下 片刻后出来一位衣饰华贵的公子 笑呵呵迎接路修 真是许久不见 这边请 马老板 今日是路某叨扰了 哪里哪里的话 我这儿随时欢迎之急 说着引领着网院内阁楼走 来到二楼靠窗的兰阁 今夏一路上打亮 外面看就是一座普通的院落 这里边设了梅兰竹菊四格 届是一等一的雅间装扮 看清雅间的环境后 今夏暗自扎舌 料想这人必定非福即贵 身份不凡 坐定后 马老板差人备了茶水点心 难得看到路兄好心直来我这儿一回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夫人 袁今夏 今夏 这位是这儿的马六 马老板陆一围 两人互相介绍 今夏虽不知这马老板什么来路 还是客客气气的问好 简单闲聊后 马老板命人送来了一堆材料和工具 今夏看着居然还有面粉 越发的不解了 这些都是你要的材料和工具 这位可是我这儿的老子牌师傅刘叔 怎么样 路兄 这安排得够意思吧 马老板挑眉一笑 如此便麻烦你了 说什么麻不麻烦的 好了 你这儿先忙着 中午咱一块吃饭 马老板出去后 今夏好奇地问大人 这些都是做什么的呀 一个好玩的东西 你跟着刘叔一起做 那老子牌师傅笑呵呵的道姑娘 这些都是用来做面人的 你们跟着我操作就好了 递给两人各自一件外衫当工服 便动手开始和面粉 放到模具中备用 现在姑娘可以想象一下 一会儿要捏的面人了 男女老少都可以 可以依据他们的特征 准备相关的服饰了 不同颜色的服饰 从这边取不同颜色的材料 今夏认认真真的学着 突然抬眼对上路易 正注视着她的视线大人 你为何不一起做啊 很好玩的 你好好玩就行 我看着你 不忙 来都来了 大人就跟我一起吧 今夏试图上前拉她 发现自己双手沾满了面粉 又收回了手 满眼祈求地望着她 路易最是受不得她这眼神 踢上外衫 洗净了手也加入其中 忙活间 今夏眼睛滴溜一转 把沾满蓝色面泥的手指 戳了戳路易的脸颊 望着那点滴蓝色 今夏笑叶如花 正在制作粉色衣衫的路易 择了一声 直接上手捏住了她的脸颊 这下可好了 这姑娘满脸的粉色面泥 今夏开始上手反击了 两人闹作一团 鼻尖 脸上皆是沾满了 或粉色或蓝色的面泥 看着彼此又哈哈笑 那老师傅看着 真闹趣的两人 笑着问两位感情真好 今夏笑嘻嘻说刘叔 让你见笑了 对了 这些捏作的面人可以吃吗 老师傅动作一愣 心想这姑娘怕是不知道 这一个面人的多少银子吧 人家都是拿回去当艺术品欣赏的 不过看着公子的装扮 加上之前老板的胶带 想来也是不缺银子的主 这些都是可以直接食用的材料 不止可以捏成面人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捏成不同的形状 只要姑娘舍得吃啊 那就都可以吃 多少银子一个啊 时两 老师傅话没说完 就被路易打断了惊吓 过来看看这项不像你 路易知道她爱惜银子 要是让她知道价格 铁定优优为银子闹心了 她只想让她玩得开心 惊吓果然被路易吸引了过去 大人 我的脸哪有你捏得这么远啊 还有你看 我眼睛可比你捏得大多了呢 说吧 整个人凑到路易面前 一副让她看仔细的模样 路易只觉得眼前的还甚至可爱 低头在她鼻尖轻啄了口 惊吓吓得一个机灵往后退 大人 你干嘛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笑看着被吓到的她 随口问给我看看你捏得什么样了 哼 不给你看 反正捏得不是你 惊吓气鼓鼓地继续对着面人奋斗着 片刻后 路易捏了一个金元宝 伸手递到她眼前 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她 惊吓一脸欣喜大人 你怎么做到的 明明老师傅只教了捏面人 惊吓看着自己手中 有些不仁直视的面人 再看她手中的元宝 天壤之别啊 想学啊 路易一脸笑意 惊吓点头如捣蒜恩恩 想学 路易带着惊吓手把手捏了一堆面人 袁大娘 玲玲 盖叔 师父等人全给安排上了 还整了一堆的水果 还有她的小手冲 却唯独没有路易自己 大人 你就教教教我吗 你看就差你了 这样摆着多好看啊 惊吓第恩次撒娇 让路易帮着捏个自己 路易坚决你的是我独自完成的 所以我的也得你自己独自完成 可是我捏不好啊 那不是有损大人的形象吗 总不能放到一起 大人最丑吧 我家大人最好看了 我不介意 所以还是你自己来吧 路易当下真是又好笑又无奈 自己就是想要在她心中有个独特的位置 那我可真捏了啊 大人可别嫌丑 惊吓打着预防针 最后捏出来果然依旧是不仁直视 路易却觉得心中十分开心 拉着有些懊恼的惊吓走吧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这些等定型后会送到府上的 路易找了马老板道别 称自己有事 中午就不在一块吃饭了 看着人家小两口 马六自然知道不便多打扰 笑着送他们离去 锦衣治下饭外七十六 在惊吓心中路易 值得拥有全天下最好的一切 走出院落有段距离了 路易瞧着惊吓有些闷闷不乐还志气呢 大人是最好看的 却被我捏成了那个样子 你不是说这些都要吃了吗 什么样子都一样 惊吓连连否决这个当然不是用来吃了 都是银子呢 别以为老师傅没说价格我就不知道 只是今天跟大人在一起很开心 这可不是银子彼得来的 而且那些都是大人跟我一起做的呢 我当然被留存起来 得知自己在他心目中已经超过银子了 路易十分好心情地笑到好 都以你的 那现在想想去吃什么 路易前面那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过来的 从明确自己的心意到两人确定关系 再到成婚后 喜欢一个人的方式也很简单 左右不过就是总想要粘着他 与他亲近一点 再就是按他的喜好带他吃遍好吃的 你这么一说我都饿了 让我好好想想啊 惊吓一番思索后 大人 我听大阳说成东西开了一家酒楼 生意好极了 想必菜色味道必定不错 本来想找个日子请大人去吃的 要不则日不如撞日 就今日吧 为什么要找个日子再请我去吃 路易只觉得这丫头古灵精怪的 因为每次都是大人请我吃好吃的呀 这个就叫礼尚往来 对吧 礼尚往来 路易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词用在二人之间 皱了皱眉倒也什么都没说 刚迈进金鱼阁的大门 掌柜一看路易的打扮 料想必定是个非富即贵的主 急忙迎了上来 妥贴地将他们安置在二楼靠窗的位置 这才换来了一个机灵的小丝 上前伺候着 静下环顾了一下酒楼的装扮 确实是一等一的 看上去也的确比杨月佳的气派许多 暗自则舌 在这里吃一顿估摸着得花不少饮量吧 想到先前是自己说要请大人吃饭的 地方也自己选的 静下摸了摸自己钱袋子 很是肉疼 只怕这一顿下去 保不齐的全空了 可是想到以往都是路易请自己 这还是自己第一次正式请大人吃饭 他又咬咬牙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 缓缓坐下后 笑着对路易说大人 这里确实是大洋家酒楼气派 就是不知道菜色如何 说着把小册子递给他 今天我请大人 所以你来点吧 路易看着他笑了笑 回绝你点吧 看看想吃什么 静下寻思着反正自己也知道路易的喜好 自己点就自己点吧 没再推辞 打开小册子 待看清上面的价格后 颇有些不自在的淹了口水 抬起头冲路易 有些磕巴道大 大人 堆上路易的视线 静下便打消了那个犹豫说 要不要换一家酒楼的想法 这是路易啊 他家大人值得世间所有最好的一切 嗯 怎么了 静下奄然一笑没什么 三五下功夫点好了路易爱吃的菜 吩咐小丝下去背菜 手不自觉的摸了摸自己的钱袋子 这动作自然落入了路易的眼中 按想原来自己夫人是怕银子不够啊 虽然有自己在 怎么都不会让他掏银子 但路易没有立马拆穿 反而起了逗弄他的意思 毕竟 豆金虾 也是路易日常生活里的乐趣之一 路易这人看着一本正经的 实际上也不过二十多岁罢了 平日里因着解一味的身份 加之从小的金玉 总是刻意表现的内敛深沉 情绪更是不外露 但说白了 骨子里也还是有着少年活跃气息 熟人面前还是会有真实一面的流出 更何况是在心爱之人惊吓面前 想想自己自打认识他以来 看着他在自己眼前喳喳呼呼的 他都觉得十分有趣 逗弄他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小玩具 或是小猫小狗一般不珍惜的意思 恰恰相反 他让自己的生活多了些色彩 因为信任和喜欢 才会想要在他面前表现真实的自己 路易叫上小丝又添了几个惊吓爱吃的 把菜单上最贵的家上 还加了酒水和甜点 小丝一看 这是遇上大主顾了 点完菜 开心地哼着小曲下楼准备去了 这旁边的陆夫人惊吓却是坐不住了大人 点这么多我们哪里吃得完 你不是说这家生意很好吗 想必菜色不错 等会儿菜上来 说不准你胃口大开那路易云淡风轻地说 等菜的功夫 惊吓不再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有些沮丧地坐在窗边 望着窗外发呆 路易瞧见他神色有些不对劲 心一紧 不停在想是不是自己玩笑开过头了 他从小到大的生活已经养成节俭习惯 对银子也颇为在意 暗恼自己干嘛要这样逗他 他小心翼翼地唤了他一声惊吓 察觉路易在喊自己 惊吓坐着身体扯出一个笑容 大人菜怎么还没上来 我下去看看 顾左右而言其他的 路易担心他情绪 不由分说的一把拉过已经起身的他 抱坐在自己怀中 温生问道别打岔 说说方才在想什么 为什么突然不开心了 你骗不了我 跟大人在一起我怎么会不开心呢 大人想多了 你先松开我 这在外面呢 惊吓试图解开他环抱的双臂 路易坚持不说是吧 知道他害羞 眉眼一挑你要不说的话 我可就 故意慢慢靠近他 惊吓受不住这诱惑 真担心他在这胡来 努力从他身上起身求饶到我说 我说你先松开我 以前没发现大人这般的幼稚 自从成婚后 这人真是越来越不一样了 他撇撇嘴有些自嘲方才 就是觉得自己跟你的差距好大 大人一顿饭 我这好几个月的凤吟就没了 今日这顿怕是要大人先付了 我这钱袋子也就够买你家的酒水 你说好笑不好笑 路易听到这话难过不已 他不喜欢他这般自嘲 到底是自己开错玩笑了 一点都不好笑 原金夏以后不准你这么贬低自己 看他一脸认真的模样 金夏吐吐舌头知道了 正巧小四来上菜了 路易才不得不松开他 饱餐一顿 最后金夏还是坚持 把几乎没懂的糕点带回了家 结账看到账单时 金夏真的心疼了 当然银子还是路易付的 锦衣之下饭外七十七 为付工业而梳妆打扮的金夏 惊艳到路易和莫然 因着二人都是宫门中人 路易身处的位置又比较特殊 平日里总是个忙个的 两人都十分珍惜休目的日子 恨不得粘在一起不要分开 更显得时间过得非常之快 晚饭后两人坐在院中 金夏有感而发大人 明日又要当职了呢 你说我们真是聚少礼多啊 看了他一眼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他 虽不想与心爱之人日日相守了 可是他的身份摆在这儿 两久后 路易开口问觉得苦吗 金夏笑咪咪的望着他不苦 能跟大人在一起是我最幸运的事了 摸了摸他的头 路易笑了笑 这姑娘还真是乖巧的 后日便是皇上安排百官春宴的日子 可以携带家眷参加 夫人能否帮个忙呢 一听有活干的金夏 立马追问大人有何事 未等路易回答 又自己补充我知道了 保证完成任务 我都没说什么任务 你就这么有把握完成 路易挑眉一笑 那是 也不看看小爷是谁 金夏十分得意 路易配合倒是试试 路夫人最厉害了 殊不知表面上万分自信的路夫人 此刻的内心却是忐忑的 这是他第一次随同路易去赴宴 还是皇宫之中的百官宴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不小心失了大人面子可就不好了 金夏有些面露蓝色的说大人 我其实就是看着虎 这宫宴肯定规矩特别多 你真的要带我去参加吗 要不我们另寻机会吧 蹊跷玲珑心的路易 怎么会不知他的担忧与顾虑呢 握着他小手揉了揉 其实带他参加宴会 倒不真的是为了案件线索 既然皇上已经知道 且认同他的存在了 路易就是想让百官知道 他原金夏身后的人是他 或许这样做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只要他路易在 想必后续看他面子公务上 也会好过一些 为生安抚不要怕 一切都有我在呢 嗯 我才不怕 就算天塌下来了 还有大人顶着某个姑娘 很是嘴甜 而路某人显然十分受用得很 傅宴这日清晨 今夏起的比往日都要早 吃过早饭后 就进了房间收拾起自己来 因为要梳妆 要盘发 等路易都整理好了 不太熟练的路夫人还在奋斗着 路易本想让他做自己就好 大人 今日去的都是各个官家夫人 我代表的可是大人你 可不能让别人说闲话了 今夏 我不在意这些的 别人的口舌 自打他出生期就没少过 更不论他当上锦衣卫之后 还有三年牢狱之灾了 对于这些他早就习惯看淡了 可我在意 大人是最好的 岂容旁人诋毁说闲话 继续捣布头发 我马上就好了 大人先去大厅等我 你越是看着我 我就越弄不好 还有这种事情 路易无奈 直接上前帮他把发筋弄好 今夏对着铜镜左右看了下 抬眼笑眯眯的看着他 哇 大人你真厉害 此刻小脸已经湿了胭脂水粉的他 更是明媚了许多 加上此刻笑意盈盈的眉眼 路易仿佛受了蛊惑一般 直接俯身亲了上去 即便是在两人的卧房 今夏还是羞红了小脸 你啊 我们是夫妻 又害羞了 即便成婚了 这姑娘对于这方面还是害羞的不行 偏偏路易又喜欢看他红着小脸的模样 今夏飞红着小脸抗一大人 好了 时辰差不多了 走吧 今夏上一次跟随路易面见皇上 因为紧张完全没敢多看 今日一看还真是被皇宫内奢华的摆放给整得有些一不开眼了 不过他也只是余光打量了下 时刻都紧急着不能失了大人的面子 店内已经有不少的大臣到了 路易牵着他进去的时候 就如同几年前在岩府时一样 他一出现立马就有人上前来客套问好了 路易都官方的给出了回应 大人 其他官员都不带女娟过来吗 今夏悄咪咪的找了个机会问路易 这店内除了几个在摆盘的宫女外 好像就自己一个女子在呢 路易当然不会告诉他 未开席前大家都默认把自己女娟放到了隔壁 他不放心把她放到那堆官家女娟中 倒不是怕他惊扰别家失了面子 而是担心旁人欺负他 他为了自己肯定会选择受委屈 不用管其他人 你乖乖的跟着我就好 路易顾左右而言其他 哦 知道了今夏谁是乖巧的任他牵着 脸上带着些许笑意的面对每个前来问好的人 没一会儿 默然跟着徐静也来到了店内 今夏手指挠了挠路易牵着他的掌心 顺着他的视线过去 默然是徐大人的样子 路易低声解释后 牵着他上前跟徐静问好 徐师显少看到今夏这般模样的梳妆打扮 还真是明媚 默然有一瞬间的失神 只这一瞬不仅落入了路易眼中 徐静这个老狐狸也是看在眼里 路易抬眼望向漠然的时候 眼神已经带了几分犀利 不是责备 更像是提醒他这个姑娘是自己的妻 倒不是不信任漠然 而是路易知道今夏有多好 好到让人不自觉就陷入了其中 就如同最开始与他接触的自己一般 今夏不明白自家大人怎么再见过徐静他们之后 就有些不高兴了 虽然脸上表现得无任何异常 但他就是感受到了 小手反握住他牵着自己的手 在路易看向他的那刻 附上一个甜甜的笑容 眼前这个姑娘这般的细腻懂事 如此贴心的安抚 就像是在告诉他有他在呢 路易回忆淡淡一笑 仿佛也是在回应他自己没事 不曾言语的两人 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锦衣之下范外七十八 我眼里只有谁 你还不知道吗 路易在线聊七 夜戏差不多开始的时候 陆陆续续进来了诸多女子 个个都打扮得端庄大方 静下一看就知道 不使官家夫人就是施家小姐 只不过为什么大伙都往他这边瞅呢 锦衣之下 追及视线静下瞬间就明白了 都是不由地偷看他家大人呢 回想自己不也是经常看到大人 就一步开眼吗 不过这些人竟然当着他这个路加 夫人的面这么明目张胆 窥挤他的夫君 不自觉地皱了皱美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时刻都关注着他的路易忙问道 惊吓抬眼望着他 心里泛酸 很不适自卫的 说大人可真是招风影蝶的 那些女子看到你都一步开眼了 路易雅然是笑 你怎么知道人家就不是在看你呢 再说我眼里只有谁 你还不知道吗 嗯 带着尾音的一声恩的询问 四讨好四安抚 让惊吓扬起了笑容说的也是 反正他们在怎么看也无用 大人已经是我原惊吓得了 看到他笑了路易也就放下了心 跟着也笑了下 揉了揉手中的小手没说话 对面跟徐静坐在一块的 抹然自然没有错过他们二人的互动 隔得有些远没有听清说的什么 却也看得出来十分甜蜜 别盯着人家姑娘一直看 她现在是陆夫人了 你形式向来有分寸 刚刚是没有接收到陆毅的眼神吗 徐静淡淡地对自己这个意思说道 孩儿知道 义父无需担心到底是把自己养大的人 这点客气的默然还是有的 再说心动归心动 怎么着他也不会动跟自家兄弟陆毅去争抢的念头 还有你 仙儿 陆毅已经成婚了 你那点小心思趁早收起 今日你正好可以看看其他的世家公子徐静颇为 无奈地对着央求 今日一同前来的女儿再次劝说 换作仙儿的这名女子 许是被徐静从小宠到大的 没有反驳她 却也没有回应她 皇上身边的李方一声口令下来 整个店内立马安静下来 皇上客套地讲了几句 过后宴席便算作正式开始了 或是紧张或是其他什么因素 素来的小吃货惊吓难得没有了胃口 视线环顾了一下四周 静静地任由陆毅牵在身旁 台上有歌舞才艺表演 这些都入不了她的眼 刚应酬完一位前来交道的陆毅 侧身看了她一眼 知晓她对于糕点甜食 这些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可是有着一个人 可以吃下一整桌的记录 线下怎的这般安静了 带着一货取了一块糕点 放到她面前近日 怎么这般安静了 这些东西不喜欢吃 今夏摇了摇头喜欢 不过今天没胃口吃不下 路易知道她应该是 不喜欢这种区域风云的场合 这个姑娘向来坦诚 但这就是官场 这些应酬避不开 你要不习惯的话 下次我自己来 不是的 大人 你误会了 虽然不习惯 也不喜欢 不过能跟大人在一起 我还是很乐意来的 知道她是在宽慰自己 路易但笑地取了一块糕糕 给她宫中的糕点 不会比买的差 热 奖励你的 多少要吃一些 你早饭就没吃多少 这夜席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结束 别把自己饿着了 听话 这互动落在其他夫人眼里 可谓是基线木又几度啊 方才她们在旁边听事等候时 还在说一直没看到路加的夫人出现 也有耳闻路加夫人是个不快 想必是路易觉得拿不出手 所以没敢带来 线下看到对面的路加夫妇 人家夫人姿色也不比自己差 哪是嫌丢人没带来 而是未曾想人家夫君早就待在身旁片刻不离了 再想想自家夫君 一到店就把他们丢到旁边的厅室了 生怕给他添麻烦 更不用说伺候自己吃东西了 这么一对比 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了 锦衣吃下饭外七十九 路易对金夏的宠爱遭人妒忌 公主挑衅金夏要鄙视 公宴上路易对金夏的这一番宠妮互动 自然引来了其他官家夫人和世家小姐的妒忌 甚至还有不少百官的目光 原来冷面阎望锦衣为路易也有如此柔情的一面 当然也有官员是瞧不上这举动的 堂堂锦衣为在外面风光无限 没想到会是一个剧内的人 心中难免有所不齿的 坐在上位的皇上纵揽神色各异的百官 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 或许是年纪大了 看着陆玉夫妻恩爱 皇上竟再度想起了陆婷 若他还在是 想必也会十分欣慰吧 颇有些感慨对身旁的公公说 李方 你看这成婚了的陆千世就是不一样啊 这柔情的一面可当真是难得一见 李方跟在皇上身边那么多年 而且知晓皇上已经认同惊吓的存在 顺着接话是啊 瞧瞧这两才女貌的 也很是扬眼 父皇 儿臣最近新学了一首曲目 难得碰到今日这般高兴的春宴 可否上台演奏一番 开口的是轩衣公主 亦是二皇子一母同胞的妹妹 这每年的春宴 都有百官子弟和世家小姐的才艺展示环节 颇有一种相亲意味的存在 这轩衣公主已是二八年华 难得今日想要表现 作为父亲的皇上自然是乐呵呵的准雪了 殊不知这公主却是存了其他心思父皇 儿臣听闻陆家的夫人颇通音律 您看要不对比一下 她这话一出 皇上就知道已不在此了 却也想看看这个被陆毅看上的女子会如何应对 哦 这个阵倒是不知 陆千世 皇上故意教道 这销还在投喂自己夫人的陆毅动作一顿 停下动作起身回话皇上 何时吩咐 听闻你家夫人颇通音律 要不借机展示一番 也让真见识一下你这本事过人的夫人皇上笑呵呵的提议 皇上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有一种看好戏的心态 尤其那些知晓陆夫人是市井出身的小捕快之人 市井出身之人能有多上的台面的才艺呢 陆毅看了一眼皇上身旁的公主 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只是当真让金夏上去吗 正想要怎么回绝的时候 金夏扯了扯他 头以一个放心的眼神 陆毅只好应下事 微臣遵旨 轩逸公主此刻脸上是压抑不住的笑容 他打小就知道陆毅了 满心欢喜地期盼着有一天可以嫁给他 却不曾想三年前陆家突然倒下 陆毅也被隔职入狱 他本以为两人今生无望了 没曾想他又好好出来还官复原职 这对他来说是多么欣喜的事情 还没来得及等他跟父皇请求赐婚 陆毅先找了皇上请婚假 他自然不甘心地一番查探 还以为会是哪家的世家小姐 却怎么都没有料到会是一个世景出身的小捕快 这让他怎么甘心放弃 既然陆毅今日还把他带到这种场合来 想要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陆夫人是吧 那就不要怪他添油家伙了 他倒是要看看这个小捕快待会儿怎么出丑 怎么下台 身为锦衣卫的陆毅 捕快出身的惊吓二人自然也都看到了 他这扭曲的恶毒嘴脸 陆毅有些担忧地看了眼睛下 惊吓 其实我们可以 惊吓如何不懂陆毅的担忧 连忙打断安呀 大人 你就安心吧 你忘了我是谁了 我可是袁惊吓 还是你的陆夫人 你就等着看我争气的样子吧 这番斗志昂扬的自信话语倒还真是让陆毅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只是下一秒自己夫人的话就让他又心悬了起来 不过大人 你的桃花可真多啊 我发现自己都要砍不过来了 静下压低声音有些恨恨地跟他诉说 富人只要记得陆毅是原惊吓的就可以了 嗯 甚至说得多错得多的道理 陆毅赶紧表明自己的立场 本想借机也与他几句的惊吓 听到这话 张了张口没在接话 脸上却是满满笑意了 锦衣之下范外八十 惊吓在公宴比试中大放光彩 陆毅为之自豪 这一系列的动作也落入了徐静的这对子女中 徐家小姐仙儿倒也没有那般的坏心肠 还真的担心惊吓出什么岔子 最后丢了陆毅的面子 反而莫然眼底不加掩饰的起了笑意 多少人在天子面前都会有所切场 虽不知惊吓的才艺到底如何 但她的这份坦然让莫然有了更多的赞许和欣赏 也只有这般出色的女子能配得上她的兄弟陆毅了吧 因着轩衣公主要表演 李方命人把台上清理好 也算是为后面百官子弟和世家小姐表演做准备了 公主撞丝大方的说 既是我提出与陆夫人的比试 那便有我先开始 陆夫人应该没一件吧 虽是询问却是不容反驳的喧话 今下官方且客套的接话 依公主安排便是 您先请 轩衣公主款款坐到台上备好的古琴前 开始她口中那学来的曲目表演 今下虽说不上有多擅长音律 多少也能看出就这娴熟的手法 想必没少下功夫苦练吧 至于这音律不音律的吗 她倒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了 在座的百官也都是识趣的 一曲完毕 纷纷赞叹 掌声响起 今下亦是随着拍手鼓掌 轮到今下上场时 皇上开头礼方 暗路夫人需要把乐器备好 皇上 微臣多谢您的好意 不过即使比试 乐器自当相同 不便区别对待 就不必麻烦更换了今下恭敬的回报 好 这一你便是 皇上看她的眼中不惊 也多了少有的赞许 倒是在场的陆毅 心中些许忐忑了 不知这个丫头又准备了什么戏码 她鬼点子多她是知道 但这毕竟是在皇上面前 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但她既然让自己相信她 基于这份信任 才让她按兵不动地坐在台下 是 那微臣便现丑了 今下大大方方地坐在了刚刚公主 坐过的古琴前 整个人气场丝毫没有比刚刚公主要差 今下弹奏的是平沙洛艳 曲调悠扬流畅 时已实现的艳名 给人一种艳群在空气盘旋 固盘的情景 旋律起而又浮 绵延不断 基调静美 但镜中有动 通体节奏三起三落 全曲委婉流畅 眷勇清新 一曲结束 在座的街被吸引 只有轩衣公主的脸色难看到不行 今下冲着陆一甜甜一笑 相识一笑之间 绿意感觉顺时回到在三花大会时 唯有情音 深入我心 不管经历多久 这姑娘带给自己的悸动永远只曾不减 皇上率先鼓掌好 好 好 接连着的三个好字 表明了他对这一曲的高度认可 皇上都说好了 纵然在怕得罪公主 那也得是皇上重要 百官跟随着赞叹鼓掌 微臣多谢皇上夸奖 今下功身作医地表示感谢 皇上乐呵呵地对陆一说道陆千世 你家夫人这一曲算是让人见识了 可谓是妙啊 微臣多谢皇上夸奖 那人常年任职六扇门 平日李显少有机会展示 此番献丑没有惊扰皇上才好 话虽是这么说 可陆某人那脸上洋溢的笑容可不就是自豪吗 哦 那更是难得啊 报效朝廷实属不易 还能有如此才艺 很好 如此看来陆千世这位夫人可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你可要好好待人家才行啊 不然朕都不侵扰你 陆一自始知道皇上此番的话语也是在给他撑离场 连同皇上都认可的人了 百官有谁再去 为难那不就等同于跟皇上作对吗 皇上也是想让他无后顾之忧地开展工作吧 陈定当紧急皇上的教会 陆一时发自真心地道出这话 这一场鄙视下来 结果谁胜谁负已经不言而喻 因为是公主的面子 皇上的近身公公李方一两句话 开始了后面的才艺展示 这鄙视一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静下也乐得自在 本就无意与公主争个高低赎赢的 虽说先前自己服个软 也可以也这一出 但谁让他窥击自己大人 在静下的这里 什么都好说 唯独涉及陆一那就另当别论了 陆一瞧着身旁 没事人一样的姑娘 她都有多少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每次都能给她惊喜的一面 就仿佛跟个宝藏一样 看来自己真是捡了个宝啊 因此一双眼睛都交在人家身上 已不开视线了 DN刺对上她的视线 静下见她又不说话 于是只好自己开口大人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盯着我看啊 环顾了一下四周 补充说这是在皇宫 大家都看着呢 陆一看着这人 悄咪咪环顾的动作和表情 只觉得甚是可爱 故意逗她管旁人做神 你是我的夫人 我还不能看自己夫人了 能能能 静下点头如捣算 只不过 大人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 收敛一点 怎么说的自己 好像是个灯土子一样的 陆一嘴角抽出了下 你什么学会这首 平沙落雁的 我还以为你只会讨妖呢 你看 这就是大人小瞧我了吧 我会的可多了呢 静下故意这么说道 其实自己还真的就只会这么两手 平沙落雁还是在肖香阁跟红豆学的 这个可不能跟陆一说 不然又要被他耳提念命了 瞧着他这得意的小神情 陆一也被取悦到了 大人 我刚刚表现得好不好 很好 陆一十分配合 那 大人刚刚是不是也被我迷住了 一下没跟上他脑回路的陆一 显念了他一眼 意思是这什么问题 是不是吗 陆一不作声 有没有被迷住吗 惊吓低声的撒娇追问 惊吓 注意这是在哪啊 你就不怕我做点什么 反应过来的惊吓 立马正经威作的做好 脸上的飞红却出卖他此刻的心思